來台灣發片嗎?還有發情書感覺怎麼樣? 第一次來到台灣正式的發自己的新的專輯 還有發這個台北信息部的書 就覺得終於達成這一年的一個願望 因為一直都想要過來這邊 跟這裡的粉絲朋友見面 而且這一本書就是結合了我這幾年 就是三四年來台灣錄音 還有就是跟不同的朋友 好像一些前輩們好像五百老師 又家我們就是一起去逛去吃的地方 都送給大家在這書裡面就是全部都記錄下來 而且也有很多就是從我的角度去看台北這個地方的一些 就是比較有趣的地點就是想要在這書裡面分享給大家 而且在音樂上面也有一個配合就是希望有一個 可能你拿著那個書還沒來得及訂機票去旅行 但是就希望你先聽我的音樂可以有一個旅行的感覺 就是走進那個我寫的那個台北的那個感覺裡面這樣子 對 真的特別不一樣 因為之前都是製作嘛 所以這次來台灣真的見傳媒啊 還有就是可以看見自己的書在那個書店裡面有的賣 是一個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台灣好像我另外一個家一樣 就是我平常如果是就算不是在工作的時候還是會自己買機票過來 可能過一個禮拜六啊禮拜日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這一次把自己的作品也帶過來是不一樣的意義 對 最喜歡台灣哪裡 我自己最喜歡迪化街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比較舊的建築啊 就是但是裡面還是有新的咖啡館啊 還有一些文創的東西在裡面 我就覺得這個新舊的融合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部分 而且我也覺得這邊的一些建築物真的保存得很好啊 而且在這邊我會覺得說那個生活的步調會比較慢一點 我就很享受那個感覺就可以讓我有很多的創作空間這樣子 好像因此而創作一首歌曲想要在台北野餐的人 對 這一次就創作了一個想跟你去野餐的這個歌曲呢 就是因為看到很多台北友人呢 就是在那個社交網絡上面呢 就是把他們去野餐的一些照片的post出來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過來跟你們一起去野餐 所以就在很很強大的慾望之下就寫了這一首歌想跟你去野餐這樣子 因為這次因為很多國外的女性都會選擇來台灣發展 像是大馬國學府或是馬來西亞的事業草 對 那很多勁敵那你覺得你這次來台灣發展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壓力這樣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我就每一個女生我都覺得是有她獨一無二的之處啦 而且我這一次來是帶著我自己的創作跟我的分享過來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看我們不同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喜歡的特質 然後就是去點擊一下我們的音樂啊去聆聽就覺得很好 有啊好像我的好朋友又加我是很欣賞的 因為我就跟她是差不多時間就是出道 然後也在音樂會啊頒獎禮上面就認識了 就覺得她真的很努力 而且進來看到她也覺得她音樂上面跟那個就是自己的成熟度也不同了 就覺得很開心 就覺得很開心 對